被人们误认为雌雄同体 斑猎狗为何雌雄难辨 它们如何繁衍后代 斑猎狗作为非洲草原上比较出名的动物 知名度仅仅在狮子之下 只是它们的名声却和狮子差了十万八千里 由于长相猥琐 还常常做出韬钢等令人不解的欣慰 斑猎狗可以说是遭到了所有人的嫌弃 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自然界中所出现的斑猎狗 几乎全部都长着雄性的生殖器 让人们难以区分它们的性别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难道是斑猎狗基因变异了吗 事实上 即使是我们看到了雌性斑猎狗 也无法直观地判断出来 这是因为在它们的身体上 长着与雄性大致相同的生殖器 如果不经过仔细地辨别 根本无法判断它们的性别 甚至还给人们造成了斑猎狗是雌雄同体的错觉 2014年的时候 日本的一个动物园中就因为斑猎狗而闹了笑话 为了促进两国关系 韩国向日本动物园赠送了两只斑猎狗 本以为它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两年后它们依旧没有繁殖后代的意思 甚至还会是不是发生打斗 这让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十分疑惑 便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然而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 这两只斑猎狗竟然都是雄性 既然斑猎狗的生理特征如此相似 那么如何才能够分辨出它们的性别呢 其实雌性斑猎狗的生殖器与雄性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相较于雌性来说 雄性的生殖器更加细长 顶端还有一个尖角状的头 只要细心观察 还是能够判断出它们的性别的 斑猎狗雌难辨 为何雌性会长出如此特殊的生殖器 事实上 在斑猎狗群中 雌性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一方 因此它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侵犯 必须将交配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所以进化出这种特殊的生殖器之后 如果自己不愿意 雄性也是无法强迫它们进行交配的 除此之外 在斑猎狗的种群中 同样有着非常多的竞争关系 尤其是雌性之间 争斗会更加理解一些 而雄性基本不会对雌性的地位产生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生存 雌性就必须尽量隐藏起自己的性别 从而能够减少受到的攻击 才能够更好地活下去 除此之外 有些斑猎狗为了减少竞争者 会在雌性幼崽时期的时候将其杀死 而造成幼崽性别模糊 就能够大大提高幼崽的成活率 从而维持种群的稳定发展 其实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雌性在种群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并且它们体内有着很高的雄性激素 导致在孕期的时候将体内高浓度的高酮素 通过胎盘遗传给后代 这样一来 无论幼崽是雌性还是雄性 都能够长出类似于雄性的器官 作为主导 难道它们的实力比雄性强吗 事实上 正是由于雌性斑猎狗体内的雄性激素过高 所以它们的体型会比雄性更大一些 攻击性也更强 所以在面对其他物种侵犯的时候 雌性才能够更好地保护种群安全 既然雌性斑猎狗的生殖器如此特殊 那么它们又是如何生产的呢 既然雌性斑猎狗拥有着比雄性还强的实力 那么就代表着它们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更大的 雌性斑猎狗的发情期一般在14天左右 并且它们并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 在发情期间 它们能够和不同的异性连续交配 来提高自己的受孕概率 但是由于雌性斑猎狗的生殖器 类似于一个钢管的形状 所以它们在交配的时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虽然交配比较困难 但是这也是雌性为了掌握交配的主动权 而不得不面对的事情 在成功受孕后 雌性斑猎狗要做的就是等待幼崽的出生 然而等到了生产期的时候 它们所面临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由于生殖器的直径非常窄 所以幼崽从此处通过的时候 会给雌性带来极大的痛苦 同时还会极其容易难产 从而胎死腹中 从观察数据来看 60%的幼崽都是在生产的过程中而死亡的 所以不管是幼崽还是雌性斑猎狗 都是十分容易在生产的过程中死亡的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斑猎狗的长相与习性并不受人们的喜欢 但是在自然界中 它们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猎手 并且无论是它们的韬刚行为 还是各种捕食方式 都是一种充满智慧的生存策略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订阅